今天我們要來開箱孟姿島滑板公園 那這個孟姿島滑板公園 一般有些人也會稱它為Yudo滑板公園 因為這個滑板場是Yudo Honigome 它拿到了奧運金牌之後 所爭取真色的一個滑板公園 那麼如果你有機會來日本 想要來這個滑板場朝聖的話 會建議你搭乘有樂丁線 然後坐到心目場站 下車走到滑板場大概15分鐘左右 出發滑板場之前啊 先記得在心目場車站那邊 把一些補給水啊 飲料什麼先買好 因為我走路過來這邊呢 我發現這一邊就是一個運動園區 什麼店家都沒有 頂多只有販賣機 希望待會好好的滑板一下 順便為大家開箱這個滑板場 我們現在就走吧 Let's go OK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看到滑板場了 然後它是在橋下這一段 但是我們剛剛走橋的那一邊啊 沒有辦法進來 門鎖起來了 所以我們繞回去 如果你們走到體育館那邊的話啊 就可以轉去體育館然後走進來 不用再走外面的道路了 那我現在已經到滑板場的外圍了 不過呢 一個人都沒有 我覺得很害怕 瘋掉 走這麼久 天啊 這個滑板場 超漂亮的啦 你看周圍的景色 河道 那另外過來這邊 看到我們台灣來的朋友 我們相約來這邊集合 相約來這邊集合 結果 結果沒開 沒開分道 日本連休 沒開 Oh shit 休假期沒開 因為我們來了今天是禮拜一 然後遇到日本的連假 所以他們也跟著工休 沒開 未來如果有機會 你們要來到日本 想要去任何一個滑板場 我覺得還是在網路上多做一點資訊 確定它有沒有開再來 要不然真的很 OK 今天沒有辦法進去滑板場滑板 那這樣人都來了 我就跟新北阿德跟小雞 我們來一場scape game 友誼賽 輸的晚上請吃燒肉 你們就好嗎 好 今天我們又來到了 應該不是 因為阿倫上次沒來 上次是小雞跟阿德跟我們來 運氣比較不好沒開 但這一次是阿倫跟我們來 你自己來這邊十幾天 滑板總共有沒有滑超過兩個小時 沒有阿 每天都喝而已阿 以滑板之名 爭喝酒之死阿 對不對 好啦 那待會我們會進去這邊的櫃台 做報道 不好意思 我是從台灣 如果你們來日本 想要來孟知島滑板場 這裡滑板的話 要進去滑板之前 請先記得在我背後這個櫃台做報道 那麼報道呢 一個人的成人的費用呢 是450塊日幣 然後它使用時間阿 是早上9點到晚上8點 那你進去它會讓你填寫資料 主要就是填寫你的名字 你可以填寫英文 你可以填寫你在台灣的地址 還有電話 然後填寫完呢 它會給你一張卡片 我們現在都填完了 那它主要在後面阿 它不會特別說 要求你一定要戴安全帽 但是它後面有一個 比較大的U型版 它就要求要戴安全帽 然後它上面是有說 18歲以下還是要強迫戴安全帽 但是我在這邊看 大家明顯沒有戴安全帽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你們覺得自己需要的話 就把它戴起來 那我覺得剛開始來 不熟悉環境的話 先戴起來比較安全一點 阿倫 嘿 你好我等多久 幹我不知道耶 Menu應該可以直接來了吧 來一個Menu吧 好啦 他來這邊十幾天沒有玩 王阿板 現在王阿板會緊張 超刺的 他就Menu 然後後面那邊KIPP 然後我 你不要管怎麼樣 你先踢一個Menu成功再說 KIPP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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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還滿C的 哈哈哈哈哈哈 還假啦 KIPP還滿C的啊 還滿... 還滿... 還滿刺的 還滿刺的 刺什麼 48點感覺超可怕 哈哈哈 其實今天剛來的時候啊 發生一個意外插曲 我們都嚇到了 剛好遇到一位同樣來看Striley的香港女孩 在火山地形那邊摔倒後 手就脫就了 所以建議各位到新的場地時啊 還是先習慣一下再去試動作 愛你掰掰 那希望接下來啊 他 一切順利 一切健康 那這個大理石的平台銜接面的感覺 非常的滑 不過喔 它其實 它每塊大理石中間已經有缺角了 喔 所以在卡的時候 磨起來那乖聲很爽 但是剛好在這個角色會倒倒 會這樣 卡住 所以我剛剛挑塞 就是要出來之後 吃住了一下 我再來試一次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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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我們剛剛在小場那邊 也就是出機場那邊滑完了 在那邊熱勝一下 然後現在過來大場這邊再滑一下 在這邊先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這邊的道具 這邊啊 你可以看到它一個出發台 但我剛剛有滑了一下 它其實角度不是那麼的弧面 那個角度就是沒有那麼弧面 鏡頭看過去應該看得出來 然後加速過去就是這個方法 中間那竿子平竿 我覺得蠻不錯的 很順 高低平台 蠻順 但是它的高低平台跟小場那邊一樣 它那個大理石啊 連接處都有一點破掉 所以卡起來會 會卡卡的 不過它那邊過去看過去啊 那邊有兩隻平的矮竿 我覺得那個蠻好 我剛好試滑一下 重點是中間這一座 哇 這一座我剛剛看他們幾個年輕的喔 在那邊滑 其實它那個上去那斜坡蠻陡的 OK 我們開始滑吧 OK 我們開始滑吧 下 Emma 下Butter 先切 bathtub всегда 麻漬 好 走 晚安 馬卡巴卡 各位觀眾現在晚上7點50分 那麼你看關場 他是韓國人 他剛剛是唸 西班 但是他是日本人 跟他一起玩耶 他剛剛是罵韓語我嚇到 OK啦那人家現在場地八點也差不多就要 關了 那來這邊玩想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這邊有什麼優缺點 我覺得這邊優點啊 就是真的很好 而且環境優美 門口又有販賣機 然後這邊的人也都蠻歷史的 其實我覺得這邊場地很好練啦 而且又新的滑板場 地板也很滑順 然後道具的角度都很好練 那你要說這邊有什麼缺點呢 其實如果硬要吹毛球吃的話 夏天來的時候白天這超級無敵的 完全沒有遮陽的地方 而且旁邊是河道 太陽很大下的時候 水蒸氣上來 然後風都吹過 那整個超濕熱 我在這邊玩大概五分鐘而已 我全身就已經濕掉了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 他的平台 我覺得他拼接沒有做得很好 所以長時間玩下來 那個拼接的地方都已經有破洞了 那如果你玩史密斯那些動作 我相信你更難養 然後中間那一座大主的 超好玩的 不過我在滑下來的時候 他的落地處 我覺得他拼的弦接面沒有不得很好 所以滑過去會很明顯的 咯咯咯的聲音 怕的是說 他如果長時間 因為下雨 複曬的關係久了 他會有高地 那可能落地下來就會比較危險 那不然說實在的 這場地啊 他的小場是屬於初級的 然後大場是屬於中高級的 後面又有 跟比較大的VIRT 我覺得這地方就超棒 超好玩的 那我們今天就要滑到這邊 準備要去吃飯 我們下次見 掰掰 Peace Health People Slide Health People Slide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喔 哇靠 那真的 我們要找時間來拍喔 我們回去看居酒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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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貴的那一種嗎 很合流喔 哈哈哈哈